所以這些領帶裡面 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特別的 我其實最特別的是這個 這個是他在櫥窗裡面召喚我 真的好有 你猜這是哪一個牌子的 一定猜不出來 藍色領帶對我來講都差不多 猜不出來 不是 是什麼 它是Berberry的 基本上Berberry的花色都是類似這樣子 對 那個比較不是他平常會出的顏色 對 然後他就孤零零的 這一條掛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就轉眼睛一看到 我就說他向我招手說買我 結果我就立刻買它 對 這個當然是四千八吧 這一條 OK 領帶算會有 因為阿媽你大概三千多而已 而且我跟你講我的領帶裡面 我最喜歡的是紫色 所以你們看我的紫色領帶很超多的 這是我其中的一小部分 紫色系 各種不同的紫色 我覺得它殺氣騰騰你知道 我要小心一點 對 小心一點 紫色 然後還有漸層的紫色 最後標準質量值 沒有 這只是我其中的一部分 我這邊戴這樣子 他們都被你寵壞了耶 我覺得 這個對話 這是多貴的領帶 一定要好好保護它 那你別人會跟他們說話嗎 會啊 乖乖 你要跟領帶說什麼 對 就是你乖 然後你是獨一無二的 我幾乒乖都起了 我覺得領帶真的是 你有看過別人有打這樣領帶嗎 完全沒有 而且這個顏色多漂亮 你看 我跟你講 我根本分不出這張 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男人領帶 毫無這個什麼特殊性 我跟你講 男生就是一個西裝跟領帶 就是襯衫跟領帶 因為西裝顏色都差不多 都要不就斜紋 你看我這個領帶如果放在 醫生的這邊 醫師身上你看 完全 手邊摸到 完全跳 你看 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有差 有差 有差吧 對 一分錢一分貨 一分貨 當然 對不起 等一下 這個也是名牌 這條牌 不是 他如果拿在那個領帶上面 比如說有什麼 米老鼠圖案 海豚圖案 我會覺得說 這可能是特別 但是你這個 而且我都喜歡鞋條紋 鞋條紋 我一定要鞋條紋 一定要調紋 然後人家說鞋條紋 喜歡鞋條紋領帶的人 是比較執著 對 我是 你好多條紋 你身上也有條紋 對啊 對啊 我喜歡就類似像隔壁人條紋 你不用說我們也知道 你很奇怪 對 做事比較有條不問 按照計畫去執行 他離他打的都什麼 對 然後這些 這個領帶是我在日本買的 這個比較貴 這個五千多 但是我在猶豫 我在猶豫要不要買它 Saruti 1881 等一下 這一條跟剛剛粉紅色那條 不是很像嗎 哪一個很像 那個Burberry粉紅色那一條 不會很不像嗎 很像 哪裡像 是不同的 顏色不一樣嗎 顏色不一樣 而且他還有 中間還有那個金色的條紋 你看多漂亮 它是別的條紋 很像 你是不是覺得 這個很高級的感覺 對 別出去的質感很棒 是 而且可以搭配不同的 我那時候在猶豫很久 因為它很貴 這要手工領帶嗎 應該是吧 它們應該都是手工領帶 手工領帶就相當特別 所以那時候 它掛在上面的時候 跟你交換的時候 對 我一直在猶豫說 要不要買它 後來最後我想說 到日本來 難得一次嗎 下這個 又是一個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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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乾脆這樣 新衣痕就開了去 買下去 對 其實我們在收藏的時候 常常都要新衣痕牙一咬 真的 有這麼痛苦 那你如果今天裡面穿錯了 穿錯了襯衫 會跟他說對不起 就沒有配好很抱歉 不會 我都會 我出去的話都會襯衫 跟領帶一性 都會配好 你一下好好分析一下 為什麼一個男人 這麼喜歡領帶 而且還都會挑紫色 有這一條 這真的很棒 這個上節目的時候很漂亮 這個好棒 男人領帶 是另外一種情人的一個象徵 如果說他打領帶 他不表示說 他天天可以換真正的情人 他因為沒有辦法換真正的情人 所以拿領帶來替換 滿足另外一種不同的想像空間 所以領帶其實是我們男人 另外一種不同的情人 就跟說幾個東西一樣 我還會配合節慶 像耶誕節我就會這樣 節慶 主題 真的啊 耶誕節你會打這個 像郭新文 耶誕節我就會這樣 好好笑 等一下你以前的同事或長官們 有發現你對領帶的特別 我跟你講很多觀眾打電話來問我 領帶在哪裡買的 我很難跟他說在哪裡買 因為都是限量的 而且很貴 所以你現在離開主播台 要不要打算做生意 就開始賣領帶算 賣領帶算 對啊 應該捨不得 沒有 我的領帶不會賣掉 對 但是他挑領帶 你看聖誕節挑這個 那過年的農曆你要打 紅的啊 我就會打紅的啊 或粉紅色的啊 我想問你耶 因為像我想送東西給我老公 或者是朋友 其實我很不會挑的就是領帶 鞋子跟公仔我還可以 我最會挑領帶 怎麼挑 就 有沒有什麼原則 就是先看什麼 再看什麼這樣子 我完全是看 鞋條紋花色 鞋條紋 沒有 基本上 沒有 基本上 大部分人都喜歡鞋條紋的 鞋條紋 然後就是看它的顏色 最安全的 對 它整個顏色的感覺 跟它的質感呈現度 因為有一年 八八節我就陪我的學生 他說 他要幫他爸爸選一條領帶 然後我們就到了那個 那個專賣領帶的專賣店 怎麼選選不出來 又怕選太暗 又怕選太淺 因為他爸已經五十幾歲了 我們又怕他爸爸 看了會覺得太年輕 又不敢加紅又要怎麼樣 所以我選了一個 好保守的 我都覺得說 這樣你爸會要嗎 他說沒關係 算了算了 反正我們在這個店 已經待了一兩個小時 再選不出來得要回家了 我覺得領帶就是一個這樣的東西 看起來都很漂亮 可是你真的要選其中一條 太難了 好難喔 可是我去選領帶的時候 我一看上面擺那個 就有人跟你互換 對 就直接就那一條 就直覺的 然後就其他人完全都看不見 其他那天我都看不見 因為你已經挑出心得了 對 挑出心得 所以李醫師 他這種人如果跟情人在一起 是不是也很專情 對啊 我剛剛說他都是同一類型 只要他愛上的 同一類型的情人他都喜歡 同一類型 所以說 邪小丸的 不是遇到那一條 邪小丸的 所以他不需要跟其他人去分享 他只要這種就是他夢中的情人 所以李醫師 您的是哪一種類型的男人 你是領帶常換還是不常換 我還是滿常換的 李醫師 你有幾條 我大概比他少很多吧 你說你兩百多嘛 一百多條 一百多條 其實我們不像上下 不是 不過我的領帶 應該沒他的這麼豐富 你應該是常開的 猜他什麼醫學會人家送的吧 沒有 沒有 我們都自己去挑 所以他很多領帶 我有跟他一條 幾乎一模一樣 就看到紫色的 這條 紫色就是這條細的 細版的這個 對 李醫師 你這也是學條文的 李醫師 可是李醫師的上面雖小 但是他是 比較保守的 他有一些mark的東西 但上面有一些叮叮叮叮 他這個比較好 他沒有mark 沒有那個brand 我還看過別人上面 打那個米老鼠的 跟小狗的那種 完全不喜歡 你都受不了 你看到一個人打的 你大概很醜了之後 你會怎樣 我就直接 你在說他嗎 沒有啦 不是他 我現在知道那個紫色 可能未來是我的 不過我覺得這種人 他們都會 他們自己的收藏品 都有一定的那個 保護欲對不對 是 像徐建國已經非常明顯了 對 那奶油隊長 你會怎麼樣 我以後我有小孩 我可能不會讓他碰我的玩具吧 那小孩子 為什麼我身在這種家庭 這麼多玩具我都不能玩 不會啦 我會針對他 可能他喜歡玩的 我還是會買給他 不會像我小時候 但是不能玩你的 對 可能就分開來 我覺得相信哪個可以講 他很保護他的玩具 因為他剛剛我們看他家裡面 都是玻璃櫃耶 對 我覺得他們對我來說 都有撫慰心靈的能力 像我覺得 就像這一隻 我當初就是在網路上看到他 好可愛喔 就會 看到他就會想笑 你知道看到他 你有沒有上網看過你的這些玩具 增值得最厲害的是哪一隻 增值得最厲害的話 像這一隻 因為他就是之前我買到的時候 好像也是三四千塊 不過現在都是要 對 他那個當時標價是 一萬六千八百日幣左右 對啊 像老師非常了解 對 如果你跟你朋友 萬一啦 萬一分手的話 他跟你 他跟你要 你會不會給他 當然不給他啦 對 就不用遲疑 完全沒有 對啊 不用遲疑的回答 那你會跟你新婚老婆 簽婚前協議書嗎 就說我們以後 我這公子還是我 不會啊 當然啦 那如果你要求婚 你會拿哪一支 求婚的話 他不會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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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戴手套 他戴手套 對 不會啦 不會啦 你會不會找一支 求婚的話 我應該是帶花吧 嗯 我小氣鬼 你那一支好幾千塊 花起來兩千 這麼多 對啊 因為就是收的是不同種類的 那如果你老婆說 那我要哪一支 比如我要這一支 我才要嫁給你 可以嗎 這一支喔 那OK啊 這支OK 對啊 這支要17萬你OK 但那一支不行 哪一支 那個蛋頭的那個 你說如果要嫁給我是不是 他跟我說 如果這支 送給他 聘金 聘禮 那OK啊 那當然OK 反正還是你們家的 對啊 但是如果分手要帶出去不行 那我就還給我爸 為了搜寵的痴迷的搜寵狂 竟然還發下網生後 可以和搜寵品 意氣入土的心宴 還有更多 令人無法招架的舉動 廣告後馬上回來唷